大家平安 我是黄雅各 欢迎收看 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课程是 《三加列亚书》第四章 第五章 第四章一开始这边讲到了 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的这个异象 金灯台四章的一节到三节 这里金灯台是独特的一个构造 在异象当中的金灯台 有别于会幕还有圣殿里面所摆设的金灯台 因为第一个 在这个金灯台上面 装有油 还有油的一些除尘器 就是灯盏 第二个 每个管子上面都有一个灯垒 第三个 它两个金嘴还有输送这些的金油 所以每个嘴旁边都有一棵橄榄树 从十二节我们看得到 所以这里的话 这个金灯台是用纯金所打造的一个灯 有一个灯座支撑着大小碗粒的一个容器 那沿着这个容器有七盏灯 它是一个小型的碗状的容器 用来放油的 所以这种碗状的灯在圣经时代非常普遍 但是在不同的时期 也有不同的一些的风貌 一般来说这个容器上面有一个凹处 这个凹处的话就可以把灯垒放进去 垒头浸在油里面 可以燃烧起来 它就变成了光 可以照亮的 所以每一盏灯各自有七个凹处 四章的第四节开始 这边它讲到 圣殿必蒙 主的灵会来帮助圣殿 在起初圣殿的新建的工程 遭到外人的反对 里面有缺乏物资的供应 所以圣殿的重建是困难重重 这个异象指出索罗巴伯 靠着神的灵诱助 必能完成圣殿的建造的工作 第六节这边索罗巴伯 他是大魏王位的继承人 他是约亚金的子孙 这个我们可以看 列完记下二十四章 在波士王大利乌一世 他在那个时候 担任犹大的一个省长 他周遭的人对他寄以厚望 把他当成一个民主的救星 当然也有人指望 他能够建立所应许的国度 带领以色列人脱离 波士帝国的奴隶 所以的话索罗巴伯的话 他的职责虽然是属凡俗的 因为他是做省长的 但是在以色拉书 却把他跟祭司 约书亚相提并论 允许为重建圣殿的 这个幕后的主力 第七节这边讲到的 大三你算什么呢 大三是比喻 圣殿的困难 一块石头安在殿的顶上 这边原文作 头块的石头 这是圣殿的最后一块的石头 表示圣殿完工了 愿恩惠归于这殿 这个百姓欢心的 为圣殿的完工去做庆祝 一个祝导 犹太人的传统者认为 这一节 这个他是指的耶和华神 石头是指的弥赛亚 所以整句话的意思 暗示圣殿完工之后 弥赛亚就要显现 百姓也看见弥赛亚 便歌颂荣耀归给他 但是也有些圣经学者专家认为 很可能这是指的奠基石 并不见得是指的是弥赛亚 那这里的话都告诉我们 这块石头的意义都是非凡的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 这个我的话指的是先知 所罗巴伯他已经完成了圣殿 第十节这边有讲的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这七眼来是耶和华的眼睛 骗查全地 谁藐视呢 当时候在新建的圣殿当中 这个工程非常缓慢 规模又比所罗门王 所建造的圣殿小得太多了 但不能够藐视他 七眼我们前面在三章九节 已经看过了 是表示耶和华的眼睛 骗及全地的意思 这边的线图的话 在建筑上面他是用孝针石块的位置 第十一到第十四节又是一个段落 两颗橄榄树的预表 这两颗橄榄树代表着两个受高者 在旧约大祭司跟君王 都是有用游受高的这样子一个模式 所以这里的话应该是指着大祭司 约书亚以及神长索罗巴伯所代表的职份 十二节这两根橄榄树枝 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 是象征神的灵 通常用油来代表神的灵 透过了百姓的领袖 也就是橄榄树 不断地供给神的百姓 神的百姓就好像是灯台 使他百姓们做见证 好像那个灯台所照出来的光 所以这里的话圣殿完工 已经是神大人的名证了 金嘴的话 在前面的第三节 是描述着一个封印 十四节 这个受高者 受高者原文是指的是 心油之子 或者是油之重子的意思 所以心油的话 是刚刚从感染那边扎出来的这些油 作为奉献的一个用途 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旁边是什么 随时等候 伺候于在神的面前 随时听候差遣的 油这个字是指的原料 没有加工的油 不能够用来高利 接着我们继续来看第五章 飞行书卷的这个意象 这里的话表示了 触犯律法者必要受到咒诅 书卷 第一节的书卷在这里是指着神的律法 书卷的飞行 象征着神 他咒诅要临到了不守诫命的人 要敞除他们 这种形容书卷的会飞起来 可见的是一个书卷可能是展开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那个像旗子飘扬一样 或者像鸟儿在那边飞翔一样 但是希伯来文他只有后面的意思 也就是像鸟儿飞翔的样子 第二节这边的长二十轴 宽十轴 这个恰好是会幕圣索 以及圣殿拦子的尺寸 你们去看一下 《猎王记》上六章三节 他们写的 这里的话可能显示 这个飞行的书卷跟圣殿有关系 书卷的大小跟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的那个狼 所罗门狼的大小一样 不过我们很难从这一个关联性找出有什么含义 第三节这边讲到 凡偷窃的必按着上面的话除灭 偷窃跟奇甲是 这个两个罪行 分别的触犯十节当中的第八节和第三节 这两条诫命代表了一切的人和神的诫命 书卷上面都写着字的 如同摩西斑石板的时候一样 所以这里的西伯来文的咒诅是指的 对那些破坏旧约的人 或者是指的企图收集那些犯罪证据时 这些对着大众所发出的咒诅 知情不报的人无异是等跟这些人是同谋的 与手下犯罪的人受同样的刑罚 那有什么样的誓言被破坏呢 会构成偷窃的行为呢 一个可能就是有人立誓要出钱 那圣殿完工 现在却想要怎么被约了 如此他们不仅犯了偷窃的这些的罪 因为起了假释 这笔钱已经不属于他们的 也因为起了假释的罪 所以如今他们的罪被惩罚出来了 写在飞行的书卷上面了 他们要被收出来 叫他们自食恶果 第四节忘经之约话说 我必使这书卷飞出去 进入那偷窃人的家 和指我名起假释人的家 必尝在他家里面 连房屋带木石都毁坏了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 参考历位纪十四章四十五节 显示上帝要从犹太人当中 除灭彻底的除灭这些罪恶 咒诅要进入他的家门 手下绝不留情 五到第十一节这边 拿去台字巴比伦 这个罪恶必须要远离神的子民 良器原文西伯来文是依法的意思 意思是旧约犹太人度粮 钢粮最大的一个单位 相当于二十二公升或是五加轮 恶人在遍地的形状 原文是指的全地人的眼睛 换句话说 良器以及容物象征着地上的罪恶 已经满盈了 已经装满了罪恶了 第七节这边讲到的缘 缘这个字就是他连得的一些 在旧约的话还是最大的重量的单位 相当于三千色克勒 缘签在这里的话 是指的良器上面的盖子 这个签的盖的重量 把妇人牢牢地困在容器里面 代表了罪恶受到了阻吓 第八节这边 妇人扔在良器当中 把那片缘签扔在良器的口上 所以这里的话 妇人原先是坐在这些的良器当中 大概是当盖子打开的时候 妇人就逃出来了 所以的话 必须要再次把它 在扔进良器当中 第九节这边讲到了雀鸟 这里的雀鸟是指有翅膀的鸟 它可以飞行得很远 算是一种候鸟 有翅膀的妇人 在旧约里面 没有描述天使是为女性的 或者是有翅膀的 不过我们可以在 《单一里九章二十一节》 加百列似乎好像是 极速地飞来的 但是也并没有形容它有翅膀 第十一节这边 世拿 世拿就是指的是巴比伦 这是 这个地方是人类首次背叛上帝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创世记》第十一章 第二节那里记载的 把良器及妇人抬至巴比伦 这表示罪恶必须要怎么样 彻底地从应许之地挪去 回归到背叛神跟拜偶像的发源地 也就是巴比伦那边 所以有的学者认为 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后 从此就不再拜偶像了 这正应验了 这个良器的预言 另外有的人认为 这个意象是预言 弥赛亚国度里面 不再允许人去偏离神 去拜偶像了 为他盖造房屋 这里的意思是指的 盖造房屋就指的殿语 庙语 这个他在原文是音信的 所以应该是指的妇人 因为良器也是音信的 所以这个房屋通常就是指的是圣殿 指的圣殿 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 这个是指的把良器 以及妇人安置在庙宇中 共伴偶像的这个地方 让人家去膜拜 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这个另外一种的解释 是这个罪恶要彻底的 在犹太人那边要清除掉 所以这是指的罪恶 再回归到罪恶的发源地 巴比伦那边去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